那么第三题请您继续选择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一共是四十几道题了 咱也玩一玩 大冒险一会 冒把险 来把险 对 一说冒险 你看给孩子乐的 举两手 举双手 举双手这小朋友 张芊怡小朋友 张芊怡是吧 请出题 雅甫叔叔 你好 您能用方言唱一首歌吗 可以啊 用方言唱 芊怡小朋友 你是哪里人 北京人 北京 我是哪人知道吗 陕西 对了 陕西啊 方言吧 我就可以给大家讲讲 这个陕西话 这个陕西人说话 就是我们讲 就四个字叫 生冷蹭倔 而且它有很多 不同的这个方言 从唐朝开始 因为各国啊 就是融合 从那个时候开始 它融合了好多的东西 所以陕西人 您看把脑袋不叫 脑袋叫撒 一个字撒 咱们叫头 它叫撒 衣服呢 也是一个字 咬 咬 裤子是缝 缝 鞋是海 就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您比简单例子吧 这个 三个字 一根棍 刚才这小朋友说北京呢 哪说话都不一样 您看北京是带儿话音 一根棍 您到了这河南 河南说话比较俏皮 也敢棍 也敢棍 您到了山西 山西人说话呀 这个爱往下边走 一张嘴 一根棍 它朝下走 一根棍 到了陕西没有朝下走的音 一张嘴 也敢棍 全朝上走 这还是这名词啊 就是问话也是一样的 干什么吧 三个字干什么 经常我们会问到这词 这个北京 您干嘛呢 您干嘛呢 到天津 你走嘛呢 走嘛呢 到兰州 兰州人带点这个风沙的味道 也是我们西北的 你走撒子你 你走撒子你 你到了河南 一样的俏皮 你能啥呢 你干啥呢 你能啥呢 到了陕西 陕西当然这个东西 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陕西地方很大 有东府 西府 还有关中 到时候都不一样 先说东府啊 东府是魏南一带 就是我们东府靠近 有华山 华山那个地方 靠近河南了 那个地方说话干什么 很硬 叫你no solely no solely 你再往西走啊 我们叫西府宝鸡 刚才我说陈仓 那个地方 说话特别软和 娘娘 该啥呢 软和 到了关中 到了西安 说话最简单了 撒 撒 撒 你先把撒 撒 你干嘛呢 撒 就一个字 那哥说那个拿方言唱歌 刚才说到棍了 周杰伦有一首歌 叫双截棍嘛 这能拿方言来 是 而且我研究过 各地呢 那个还都不一样 这个你像北京 北京如果这这帮翻成 老北京的话 唱这个怎么唱 马里尔的使用双截棍呢 怎么茬 怎么茬 马里尔的使用双截棍呢 怎么茬 怎么茬 老北京 今天要到了这个四川 尤其是四川少数民族聚集期 我那专门友去了一回那聚集区 他说话把这个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他叫 他这唱出来也好听 好听 陕西 也好听 也好听 克里妈擦 这克里妈擦是快的意思 刚才我说了 就是东佛 我弄索里克里妈擦是用爽截棍 弄索里克里妈擦是用爽截棍 善喜 陪塞 陪塞 方言啊 我找了几个方言啊